先玩其他隊,你們想看什麼隊? 還有什麼隊? 還有什麼隊好似的? 看起來是火珠比較保險 欸欸欸,好 其實可以直接消就好啊 水珠連在一起,好險 這版本是很好的,呃,嗎? 很好的,對 對對對,不錯不錯 水,光,木,暗,蝶 唉唷,極致蝶珠 可以喔,我覺得可以過 喔,這個已經是最厲害的操作了 剛才那個蝶珠 這邊有消到基本上就過了 差一坑欸 天將好嗎 咦? 他剛才那個版面如果有八坑我就可以疊了 可以直接疊得過 可是沒有八坑就要賭天獎 好好,又來到這個 又雷斗 日子哥關卡 唉唷,完了完了,這什麼轉珠 我要 濾出整版光 濾出整版光是最好的結果 我看有沒有辦法達成這件事情 你 拜託你 這個 綠珠之力 爆發吧 唉唷 是不是不錯啊,其實還行欸 欸,欸,蝴蝶人 蝶人 蝴蝶人怎麼還沒起來 欸,剩一顆 好啊,可以可以可以 蝴蝶人記得開 再開這個智狼 漂亮了啦 舒服啊 這邊可以拉個角色珠應該也沒關係 就那個智狼 智狼可以拉角色珠 嗯,放這 欸欸欸欸,別亂掉 別亂掉,好 酷喔 這個就連天獎都有八康欸 好狂喔 溜溜脈 爽啦 終於來到這了 這邊就是,洗到蝴蝶人再跳起來就好了 舒服了啦 舒服了啦 前面兩關 呃,前面三關真的是 爭王關 後面會好一點 一點,對 希望接下來不要 不要出錯 斜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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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珠小島 風珠,水珠 OK 靜靜澤慢的一個消除暗珠被天降掉了 WTF 喔好險 他又多降一顆給我 這邊可以拉個角色珠 沒問題 他這關真的是很容易給你卡暗欸 超容易的 不知道是 什麼惡意的設定 我大概十場有87場 都是卡暗珠 我不知道是怎樣 這場可能比較好 這場是那個萬中選一 選一的那一場 唯一那一場可能沒卡暗的 呃 太狂了 而你們見到奇蹟的一場了 好 漂亮漂亮 來了 消除 OK 那就我們開這個 豆子 直接來了吧 但我覺得 我其實蠻想開水屋的欸 就當真傷 然後下個再被消掉其實也沒差 沒事 直接 打吧 重點是帶有他就好 是不是 開水屋好像比較 比較穩一點 哇 這版面 其實可以開個轉珠 可以開個轉珠 那個 提示 對 他叫我去撞阿 東西 不要 哈哈哈哈 我就不撞 怎麼樣 是不是很壞 OK拉 唉呦 有人死了 這些裡面應該沒按珠吧 不是 我有點怕 我不敢 我不敢撞下去 我怕等一下出事 沒事 我們這邊洗個 就當洗技能可以吧 OK吧 反正這邊也不會再出現按珠 那個問號珠一定不是按珠 因為那個問號珠只會 有可能是水火木星 不可能是關按 豆子的關心 所以其實這邊只要有新珠 有水珠我就能火了 還好啦 然後我們可以把那轉珠教學 關掉 好 然後呢 想一下這邊 我想開豆子耶 算了 不要開豆子好了 直接手轉就可以了 這邊其實可以變身耶 對不對 其實可以變身 然後開主角就好了 好棒 不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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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就很順利了 然後在上面停止轉珠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這邊我想開智狼 的技能 應該可以啦 對對對 這樣比較好吧 然後剛剛有人傳那個 疊珠給我看耶 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裡 你們可以看得到嗎 我先放這邊擋住一下聊天室 他就給我說這樣疊珠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邊其實可以開那個 那個 妹妹 好吧 然後我們就直接用他這個疊珠來 來玩 4顆 先用好 然後你再把這個 用好 剩下之後疊上去就可以過了 這個疊珠真的相較好理解 其實這個疊珠 重疊應該是 有做到第二層的疊就可以了 上面其實就隨便 這樣應該就能過了吧 欸欸欸給我過喔 好 嘿嘿嘿 還以為傷害不夠 好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大家可以學一下這個疊珠 二十五 二十五減 半面是十五 還要十 好 抓個五顆的這把 好現在這邊 這樣 剛好對不對 欸那個豆子還在 好爽喔 十五 十五加十對不對 應該過了吧 哇那這邊很好轉欸 如果有豆子的 轉珠加成 沒啥問題 好棒 豆子簡直是 MVP各位 好這邊重點就是 不要消火珠就好 因為沒有暗處消嘛 就不要消火就好 好 OKOK 很棒欸 無敵的吧 要過了嗎 我不知道但是 我不要下Flag 我盡力好不好 但我只能說前面比較難 真的前面比較難 然後我還 故意留一個沒變身的 我故意留一個沒變身的 想說這樣應該好一點 我們先讓自然尻一下好不好 自然尻好像沒有比較好 其實我們可以那個 消這個 只要沒有十顆 我們都可以消 然後等一下再用復教效果消除 先把它消掉就好 這邊可以再浪一下 反正 沒差 它只有一個鎖定珠的話 它只有一個鎖定珠 頂多讓它天降掉好了 那也才八顆累積珠子而已 所以不用怕它 所以像這個時候就很G8 這邊可能我們就要消除了 這樣會好一點 然後再來手轉 能不能不要消那麼多啊 是不是可以消一康就好 反正我們只要打它而已 欸可以過了吧 水喔 可以吧 這邊感覺可以了欸 我們可不可以 開自然的一消 就可以過了吧 是不是這麼說 可以開那個 可以開自然的二技能吧 這樣子繼承到下一個回合也可以 啊這邊開豆子加 豆子加那個自然的二技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這樣 然後等一下王一它就不會轉按珠 就沒有邪惡符石 然後等一下下一個關又可以解十六combo盾 完美 這就是我的完美劇本各位 對不對 剛好水霧跳的 對呀 那個水霧米超啊 開豆子就好 喔開豆子也可以啦 不過開這個比較好欸 呃 好 對吧 下一關也要高combo啊 那這關就順便一下 好耶 哇 這邊要消十六com欸 沒有有主角應該還好 如果開主角 十六com應該也是沒啥問題 只不過我們這邊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開水屋 一定要記得開水屋 沒開直接暴斃 這個是唯一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開主角 沒開水屋真的是直接爆爆掉欸 真的不要開玩笑這裡 都打到這了 你不會想要重來打的 然後水跟火盡量隔開 然後水跟火盡量隔開 這樣應該這個 都有十六吧 十六以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總算到這了 鬼滅不容易啊 可以吧 所以 好 然後龍科嘛 控場啊 應該可以吧 這邊 要求就是 到達三星的分數 然後最好 多留點 欸其實不用啊 其實不用 不用流珠 因為等下我們 副隊長炭治長要變身 這邊怎麼 就只需要 控場就好 三顆星 好 來吧 智狼準備 嗨起來了 智狼 然後這個 也沒得消 好 然後再來王關 這邊 水珠 唯一 唯一我覺得有可能翻船就是 王關這邊 沒有 一組水珠都沒有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會 翻 不然基本上不太可能 這邊有一組水應該就能過了 還有真傷 應該可以吧 好 要記得不要在黑洞下面 停止轉珠就好 應該過了吧 過喔 那如果說剛剛那個什麼 十之二 豆子跳起來的話 最好是開豆子 但沒有跳的話也能過 欸對喔 最後還有一個操作可以 跟大家說的 十之三可以拉那個 炭治長的角色珠 就是 不如小補的一個 真傷 這樣可能會比較穩啦 但是都能過好不好 臨死